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命令紅日帶兵遠行 風沙猛鼻翅聲偉猛 何看誰亦飆浸鬥爭 天上誰在林彥居人 地下曾貴數千百人 遺風了活了消失了 暴憾也是遺憾 無聊百年月 青飛三三等 發知當年雙影照 事快樂與仇恨 有事無論野誰關心 也見凡事有喜有巢 兵具熱熱咬詩書 又見勇紀錄風光 和你幹什麼 我導致戰 我們一無所入 只剩下這十三個衛鴨 這些維革是我爺爺為了下來 是我們的祖先,你們的祖先 雷真的英雄,我們的兄弟所穿過的 他們穿著它,男性不戰 為我們女生人貌幸福 為我們女生人留怨 為我們供應出寶貴的生命 你們十三個維革裡面 隱瞞了我們祖先的血 你們祖先,你們是兄弟的血 為了不辜負,祖先是我們的期望 我要你們穿著它 我們就算死,就要死人打本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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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公元一五八三年,明曼曆十一年 魯爾哈邪以副祖十三副為甲起兵 雖然兵不滿白 但士氣高昂,攻打一套淪勝 馬滿漢的眼淚忍住 說出往事,氣氣閒 行東是越勢,齊公已創生 齊心發出一性有力呼喚 隨我風生死,永不悔恨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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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行東是越勢,紅血沙 紅血沙 行東是越勢,紅血沙 紅臭的確要一生 全力呼喚 全力呼喚 焉此眾人稽先別 祖先為男生生 好… 黃沙阿釋,已經將你操重包圍了 不用半個時辰,就可以將你簽名 喂 各位兄弟,我們現在要關注 以一定百,我們快要左肩 殺死尼亞摩蘭,衝吧 衝吧 殺死尼亞摩蘭 殺死永不會下延 行動是血勢 衝吧 行動是血勢 衝吧 紅臭的海耀一生 全地負責任 堅持重任歸先宜 祖先為甲護身 生自一雷彼 答案索 錯過此 前顧後也顧 誰又怕犧牲 人生自當人重貴 正常生死保佳 總共亂 難以負責任 快點,不要吹 快點 快點 別遲了, 我還有點東西還沒拿 拿什麼就快去破城, 走吧, 快走 大人, 拿手 跟我掌聲, 拿手, 快點 主持人, 一定抓到離開窩蘭 走, 走… 快點, 快點 大人, 離開窩蘭已經走了 大哥, 難怪我們受到伏擊了 原來離開窩蘭一知道我們攻打他 為甚麼 這封信我從他家裡收到的 羅米勒, 你這個奸賊 喝… 大哥, 大哥, 我記不記得 有 大哥, 明朝說怎麼看好那個名堪外蘭 說我們女真族要巴結他 誰知道打起來不哭一擊 我們這次不夠一把兵 一出就可以打敗強敵 持靠各位兄弟同心合力 我敬大家一杯 來,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大哥, 其實我們兄弟要敬你一杯 因為你這次不顧生死 第一次衝上石頭 兄弟妹, 敬大家一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真想不到這場仗從頭到尾打不到半天 他打完了 大哥... 你這場仗真是打得漂亮漂亮 還有, 那個老賊離婚外蘭 抓不顧人民百姓 可惜我們捉不到他 是呀... 我這個老賊都被我們嚇到 蠻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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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把我老婆在後面走了 不只這樣, 他打敗賽 他賤了那劍都撒不掉 把他劍都撒在城樓那裡 是呀... 你這個人真是沒用 不陷一劍 不陷一劍, 真是好 不陷一劍, 乾杯 來, 乾杯, 乾杯 乾杯 不陷一劍, 最重要的就是靠自己 要有信心 沒錯, 一定要靠自己 大哥, 我說有個好主意 甚麼主意? 你看 大哥, 郭哈善兄弟還沒結婚 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妹妹 不如這樣, 我做梅人處理他們好嗎 你這個果然是個好主意 好, 郭哈善兄弟 郭哈善兄弟在這場仗中 非常勇敢, 我要獎賞他 好, 獎賞他甚麼? 獎賞他甚麼? 我要把我妹妹許賠給他 好… 還不謝謝大哥? 謝謝大哥 謝謝大哥, 大嫂 起來, 起來 大哥, 這個梅人你別跟我爭 讓我做的 好, 就讓你做 謝謝大哥 這次不僅打勝仗 而且有件喜事 我想將這兩件事大肆鋪進下 好… 沒錯, 大哥 這樣吧, 請多些人回來 牽涉我們的實力 要… 我正有此意 是 意思是怎麼樣 好 這件事, 這個梅人全交給你 好, 大哥,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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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君將, 你說你的兵力多過魯爾哈赤十倍 為甚麼要弄成這樣? 秘職沒用, 請大人定奪 請住 你快點回甲板城創整兵力 我自由主張 是, 大人 不過魯爾哈赤明知我跟大人的關係 他仍然出兵作亂 顯然不只是想向我報十五眼底 走...快點 是, 卑職告退, 走 爹, 看來梅欽愛蘭的所說屬實 魯爾哈赤真的有造反之意 魯爾哈赤造反, 造反 我知道 爹, 為甚麼我們不會趁這個機會 去剷除他們呢 剷除... 我也想到 自從上一次鼓勵成一戰 朝廷不想我對女真作人迫得太緊 我也不想做得太過分 而且要對付他們 朝廷只有一套政策 爹, 你的意思 是不是只能以而制而呢 沒錯 朝廷就希望他們互相掙扎 互相殘殺, 削弱他們的力量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控制他們了 爹, 我明白了 爹, 我明白了 還被人打一身 是 想不到今天了 不請他們去不請自禮 為你們打不死, 乾杯 沒錯 為我們建州正言之師 打不死, 乾杯 來, 乾杯 爹, 爹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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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報廉爺, 你上去, 待會兒多喝一杯 好… 來 上來… 上去… 大哥 搞得多熱 大哥, 看見 二星兩位報廊爺都來了 請坐… 兩位報廊爺大功勞真是上去 老弟, 我這個老頭子 都算沒看錯眼 果然一名驚人, 可喜康 郭男爺, 你過獎了 三弟寶通知我, 你兩位嫁臨 不然我一定出城迎接的 是呀, 不想買了 四床, 請… 大哥, 這些賓客來了七七八八了 大哥, 很高興 各位, 今天是社群出嫁的日子 很感謝各位城主光臨, 謝謝... 是呀... 尤其是最難得的 就是義克兩位貝納爺的光臨 真是令我受寵若驚, 謝謝... 甚麼話呢? 其實義克和他們建州 本來就是女真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 我們就應該一團和氣 其實建州各部 無論是建州也好, 海西也好, 東海也好 大家都只是一家人 正如我大哥所說 要有一團和氣 可是偏偏就不是 互相在這裡猜忌 自己打自己, 一點也不和氣 就像這次建州 女真族出了一個敗類, 尼堪愛難 她疏敗天朝, 派兵去打雅台 不但消滅了古獵城 甚至連我媽媽, 我一爺都殺了 可是朝廷只說一句誤會 這件事沒發生過 這次建州發生這件事之後 所有建州部落的人不只不幫忙 還有很多人沾沾自棄 乘機想搶奪 要左衛刀子威士這個職位 這次建州女真族出了個敗類來堪愛難 這個人只不過受人疏敗 受人利用 而真正的敵人是另有其人, 是另有其人 你怎麼說呢? 你怎麼說呢? 老十人 大哥 你現在不是說話嗎? 道徒, 有幾句話我想說 布林爺, 請說 各位, 三雅國剛才說得很正確 女真人是另有敵人 敵人? 誰呢? 各位, 天朝聖日希望我們女真人 一定可以侍奉朝廷 其實朝廷最希望我們 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這樣朝廷就可以對付女真各部 所以朝廷就最喜歡離堪外難 成為女真敗類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團之一致, 共同對敵 我們團之一致 共同對敵 各位, 各位, 婦禮在外面已經準備好了 請各位出外觀禮, 姑禮, 請 請... 請... 來, 請... 三弟, 你知道你在做甚麼嗎 大哥, 我當然知道我自己在做甚麼 這口氣我忍了很久 我終於今天可以出一口氣 我知道你可以出一口氣 但是你沒考慮有一個後果 甚麼後果 忘幫我們的人, 他們會怎麼想 我們剛打成仗是最需要的盟友 但是你這麼說話 會招惹敵人對我們很不利 但是...明朝一直以來, 最怕就是我們團結 如果這件事有人傳給他聽 阿台就是我們最好的例子 我們現在表面上要臣服明朝 立中才能擴張我們的勢力 你明白了 大哥, 我現在明白了 以後綁要小心一點 是, 大哥, 出去呼呼阿人 他們敢聯絡了葉赫 爹, 葉赫他一向明目張膽 反抗朝廷 現在還聯絡了劍州 恐怕他的勢力會更加大 我知道 現在劍州四分五裂 勞而蝦前, 葉微盛氣喉 既然他們亂來耳黑 那我就不能做事 爹,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要好好地前介耳黑 讓建州知道老虎的利害 加油… 這條下爭蝦 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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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來, 便宜點買給你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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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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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兩位老爺爺, 來, 來 你也來馬試試看 好, 買幾匹馬, 那就到處逛逛逛 新郎哥已出來的 是呀, 想來挑兩匹花布 新郎哥買花布 一定送給新娘子的 待會請兩位, 過去那邊喝兩杯 好, 謝謝… 我們過去那邊買其他東西 待會見 好… 待會見 在這兒 是我的復兵 是羽豹兩位佩辣爺,我們各人… 你看看 是你羽豹的復兵,是明君 那你應該怎麼做 大哥,我看不用考慮了 既然離合外蘭已經去了甲板城 我們就像以前一樣打到甲板城 那怎麼行呢 甲板城離開我們這裡很遠 而且途中又經過很多地方 如果是這樣 我們一定要跟大哥商量過才行 沒錯,你們看看 甲板在這裡,我們在這裡 要打到甲板城 途中經過很多城寨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殺意賄的諾米勒 諾米勒有甚麼 都,為甚麼說話你也不明白 如果他們倆一起合作 攻打我們,我們就前後受敵了 那又說諾米勒跟他有仇 大哥,是嗎 以前就是 可是諾米勒是一個反覆小人 這次難免他們會合作 所以必須消滅諾米勒 以免後顧之有 大哥... 大哥,出事了 甚麼事 我剛才在馬市 看到明君殺了葉克的兩位寶大爺 由於復兵太多 我們想救救不了 是不是真的明君殺了 是,我親眼看見李如柏的 是 糟了,葉克 大哥,還有一個消息 我說李成良親自領兵去攻打葉克 那我估計沒錯 這次就是你們胡說話的後果 大哥,那...現在怎麼樣 如果李成良誤會我們跟葉克有勾結 這次就是你,我就作弊了 有甚麼消息 還沒有消息 大哥,或許李成良不像你的想法呢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 怎麼樣 李成良召見我 大哥,你不要去 這分明就是陰謀 我知道 我不去不行,這是軍令 大哥,我們都知道 你不去是不行 可是你去了,你會有危險的 大哥,殺到來才算,好嗎 是呀,殺到來才算 殺到來才算 大哥,讓我代你去 不要,讓我去 讓我代大哥去 好,讓我去 殺到來才算 好,殺到來才算 殺到來才算 大哥 我都說,讓我去 沒用 是嗎 自行 算是嗎 是嗎 我都說了 你不去 有,是嗎 我會去 煙子 你不能去 我不會去 我剛才聽見 說你成亮要見你 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當然要去見他 那... 你放心, 我不會有事 你早點睡吧, 我出去有事 我會睡吧, 我會睡吧 你會睡吧 我會睡吧, 我會睡吧 我會睡吧 你會睡吧 大哥, 你還沒睡嗎? 我怎麼睡得著? 你是不是想到甚麼妙計? 妙計就沒有 但是我已經決定去見你成良 大哥, 我跟你一起去 如果你是甚麼筆差距 我也不想生存 別胡說 你做事我這麼衝動 我去見李成良 你要留下 你讓我一起去吧 行 李成良這次召見我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麼樣 我這次去真是和福難料 我們愛生各樂 只是懲罰我們幾兄弟 如果我真的有甚麼筆差 你要留在這裡領導族人 大哥 你一定會吉人天相 爹 不准為我報仇 大哥 我們不是命軍的敵手 你必須忍辱重 有個機會才可以為我報仇 好, 我要你發神 大哥, 說 好 我向你發神 我會依照大哥吩咐去做 我會依照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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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李人, 抓住這個反賊 等等 請問大人, 秘職所犯何罪 好, 就讓我告訴你 有人告你 籠落女真各部族的人意圖造反 大人, 秘職並沒有這麼做 請問大人, 是誰告發秘職 這你別管 我問你, 你是不是落落 我會依照五步, 拆虛為難 不錯, 秘職是有一件這樣的事 你當然忠於承認了 不過, 我們這樣做 只不過是想祝離堪外難 並沒有違反之義 你聽著, 離堪外難是朝廷的命官 你無辜追殺他, 只是對朝廷不堅 大人, 秘職的祖父 一樣是朝廷的命官 但是由於離堪外難的疏擺 引致秘職的祖父 被朝廷的官兵誤殺 秘職, 知道罪魁禍首是離堪外難 並沒有對朝廷不滿之義 更加不會對朝廷謀反 你爹祖父的事, 朝廷已經保送給你了 而且由你戒性來祖父之職 你還是提這件事 證明你的心有不放 大人, 秘職深感朝廷欣點 並沒有不放 既然這樣, 為甚麼還追殺禮堪外難 請問大人 朝廷一向的宗旨 都說希望呂贈各部和好 施奉朝廷, 是不是 沒錯 但是如果有人搬弄是非 挑撥離間, 引致呂贈各部殘殺 以致朝廷對各部有所誤會 請問這個人是不是該殺 好, 你說是誰 離堪外難 好, 這件事就算被你說得通 但是還有一件事, 你的死罪難免 沒錯, 海西葉坎一向是反抗朝廷的 現在終於證明了你跟他勾結 你也難遲一死 請問大人 有沒有證據證明卑職和葉克勾結 你還不認 你借助你妹妹出嫁和葉克聯盟 反抗朝廷 卑職明白, 大人照卑職來的意思 你明白甚麼 其實大人這次只不過想找個藉口 自老以蝦擠於死地 你別再在這兒狡辯了 你妹妹出嫁當日 葉克也跟兩個乘主一起出現過 沒錯, 他們倆的確來那個卑職 但是他們只是來道河 這只是禮節, 並沒有聯盟之心 女真作人最喜歡借通婚搞聯盟 難道是假的 沒錯, 是有件這樣的事 但是請大人明白 秘職會所嫁的, 並不是葉克族人 而且, 如果秘職和葉克聯盟 上一次套倫城之戰 葉克並沒有出兵相助 大人去連攻打葉克, 秘職亦按兵不同 從此看來, 秘職實在是安分守己 大人, 一直以來 秘職對朝廷和大人都是忠心謹慎 這次大人相召 秘職以為大人有差遣 所以帶同禮物來拜見大人 原來大人這次是想借莫須有個殖命 將秘職置諸死地 秘職官職雖然低名 但是還是朝廷的名官 大人如果將秘職以莫須有罪名殺死 請問大人怎麼向朝廷解釋 怎麼向女真做解釋 秘職行請大人三事 你大秘職禮物來了嗎? 是 請大人過目 好 人心四代, 雕皮二張 皮甲五十張 箭馬四匹 牛羊各五十頭 好... 盧兒哈赤, 你聽著 你以後處事要小心 你是朝廷的名官 你又忠心於朝廷 如果你要反抗之意 一台以堪就是你的下長 下官不敢 下官必對朝廷忠心緊緊 好 退下去 是, 謝大人 是, 謝大人 你真是想不到我離嵌過來了 不堪一擊 何之不堪一擊 總之望風而逃 還有啊 李成良召見他, 我以為他死定了 誰知道他能夠把李成良說 甚至李成良也被他巴結了 他現在藉口追殺尼堪外蘭 東征西佛, 勢力越來越大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我向尼堪外蘭報信 不知道吧 就算他還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為了擴張他的勢力 他會遲早對我不理 所以我不能夠坐以待斃 沒錯, 你說得對 他遲早都會對付你的 所以我認為應該先下手為強 怎麼樣先下手為強 我經常聽見人說 老耳蝦赤是一個少年英雄 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寶南爺, 你過獎了 其實呂真族都是一家人 應該多點來往 我就是想多點來往 所以今天我特意來拜訪 貝納爺, 你有甚麼事 儘管吩咐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請說 我有一個小女兒叫滾袋 我想將她送來 讓刀刀你結為秦俊之好 既然貝納爺這麼錯愛 老耳蝦赤真是感激不盡 那你就答應了 稟告都督 大夫說小大哥有點發熱 行了 既然小大哥有事 都督你也去看看他 不要緊... 老夫也要告辭了 我回去責定良辰吉日送小女過門 好, 那就不順了, 請請 柱兄怎麼樣 他剛好睡了 還很熱 是啊, 大夫說千萬不能再吹風了 好, 別讓他到處去 我會的 你有心情, 早點休息 我想找一個人回來幫幫你 不用了 你這麼多事做 你也早點休息吧 我想看一陣子書, 你先睡吧 一會兒可能會下雨, 你叫他關槍 我會的, 你先睡吧 一會兒可能會下雨, 你叫他關槍 1 2 2 2 1 2 2 你怎麼這麼像? 怎麼這麼像我們刀刀大人 讓我把他抓住, 殺掉他 他不是此刻, 他只不過是個小偷 你是不是想來這裡偷東西, 你說 是呀, 大人, 我是想來這裡偷東西 既然如此, 這次我就放過你了 謝謝大人... 你走吧 是, 謝謝大人, 我走了 糟了, 我叫你放就放 謝謝大人 大哥, 大哥, 你... 大家聽著 只要老耳鴨車一死, 我們立刻攻進去 大家先躲起來 是 怎麼樣?得手了嗎? 塞了手 塞了手? 不過我以為我是小偷, 不知道我是... 我們走 老筆勒, 你們走到哪兒 我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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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失了手 老耳鴨車還在追著我 是 她追著你, 就別來我家了 那你還哭不哭? 我都認不了路 我練打練撞來到你這裡而已 你在這裡也不安全的 我想個辦法 那你有什麼辦法? 好兒姐, 在樹梁那邊 我找小狗屋, 你在這裡躲 好… 好… 媽媽… 她… 什麼事? 老耳鴨車帶了一群人在門口 她說要見你 那怎麼辦? 她…別送我… 快點, 她躲起來 好… 你… 媽媽, 她… 她… 這種卑鄙小人, 殺了就算了 我拖牠先給老耳鴨車 好…拖… 快點 好… 樓米臨 叔父, 怎麼會這樣? 這個人三更半夜, 進到我的房間 說你追殺他, 要我收樓 老耳鴨車, 我想你既然追殺他 一定有原因的, 就不肯殺他 他想殺我 幸好桑姑你殺了他 究竟甚麼事? 他派人暗殺我 還在雪林埋有復兵 叔父, 怎麼這麼好笑? 我不是來得傻的 誰都知道老耳鴨車 是愛新郭羅氏的福星 沒人能夠殺到他 叔父, 你不要這樣說 是嗎? 是嗎?你爺爺以前做嘟嘟的時候 熊熊烈烈, 一無見事 現在你做嘟嘟, 不只見州人 女真各部做人都說你好 你過獎了 我以前真的不對 事事同樣頂撞, 真的很不應該 叔父, 難得你明白這就最好 其實我們是一家人, 很應該團結一致 而且這次謝謝你殺死洛蟻蘭 這是小事而已 以後哀聲過羅氏就靠了你了 叔父, 你好像轉了姓似的 不是, 不過我明白你 一個人之間要知錯能改 對了, 老耳鴨車, 我有事求你 你說 是這樣的, 小兒桑姑你不是長進 我想跟你去學爺爺 桑姑你兄弟想跟我嗎 不管你肯收留他, 我就放心了 好, 那就求之不得了 好, 桑姑你, 快多謝大哥 是, 多謝大哥 起來 是 桑姑你, 希望你以後奮勇殺敵 是 奴兒蝦赤以信我者以德服侍 亦我者以兵臨自力原則 東征西戰, 勢力原地與大 最可惜未能消滅他的仇人 來堪外難 奴兒蝦赤為了跟第二個部族聯盟 取負責侍女滾代 同時他第二個兒子也出世了 你沒事吧?這次辛苦了 我沒甚麼事 讓我抱一下 你小心點 他生得很有英氣 將來一定可以跟我打江山 你還沒跟他改名 是 我這次終於可以跟兒子改個名 你還記不記得 柱英出世的時候 我曾經想跟他改個善字 我覺得這句字很有意思 但當時, 我的身不由己 那你現在就可以拿主意了 替他改個什麼名字 不如叫代善吧 代善, 這個名字很好聽 抱著 你沒見 好久沒見 貝勒爺, 難得你大駕光臨 請坐一坐 我來向你請罪 請罪?請甚麼罪 我去做外遺運這麼久 一直沒有拜下我們 所以就向你請罪 貝勒爺, 你真客氣 沒錯, 我們兩成相隔這麼近 應該多點聯絡才對 我們喝杯酒, 慢慢談 好 人來, 拿酒菜 好 實不相亡 我今天除了禮拜後你之外 還有甚麼事要跟你商量 有甚麼指教 最近有沒有魯爾哈赤的消息 有, 魯爾哈赤最近都不知道多巴黎 你也知道我跟他的恩怨 知道... 來, 我們喝杯, 慢慢談 請... 魯爾哈赤, 值得為報庫仇 招兵賣賣 其實, 這裡統一見州各部 甚至是呂真祖 貝勒爺, 你對這件事怎麼看呢 魯爾哈赤野心勃勃 凡是對他統一目的阻惡的人 他都要剷除 最近藉口殺我 東征西徒就可以證明了 沒錯 魯爾哈赤最近的確打了很多個性 我看不花多久就會來對付你了 對付我?有甚麼理由 我戒飯城跟廢亞拉城這麼遠 又沒有甚麼衝突, 為甚麼會對付我呢 說起來, 還是我連累你 因為我跟他的恩怨 他持續會來打我 到時候他一定會向你借路 如果你反對的話, 他就連你也打了 那... 就算你答應他 打完我之後 他就要併吞呂真祖 他一定會連戒飯城都殲滅了 那...那你的意思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是順此相依 信望此漢 那...我應該怎麼做 我們要團結一致來對付魯爾哈赤 不知道你合不合作 你...你告訴我 我想你假扮大仇, 宴請郭寶 要請魯爾哈赤來佳飯城 然後用滅雞來殺了他 那...那你的計劃怎麼能通呢 大丈夫做事要當機立定 好...我們坐下慢慢參賽 來... 朝陽書 大哥, 今天這群木利 一向跟我們沒有來往的 為甚麼這次這麼主動的請我們去 都不是完全沒有來往的 記得爺爺在生的時候 也跟他聯絡過了 可是他這次突然請我 真的有點奇怪 大哥, 那很容易 禮道人不道就行了 不行, 我又不想放過這個機會 甚麼機會 大哥, 是不是遮到佳飯城的事 沒錯, 其實我也想試探一下他的用意 既然他都自動送上門 我們不可以放過 大哥, 那就不用想了 就去吧 是啊 是 你們去吧 好 一二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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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